Windows系统通常默认将所有下载的程序安装在C盘,所以大多数PC用户经常将所有程序安装在C盘,而不改变默认位置。 随着越来越多的程序文件安装在C驱动器,包括其他数据,如Copy、临时文件、虚拟内存等全部都在这个分区,C驱动器上的可用空间可能会变得不足。 当C盘没有足够的可用空间时,你可能会收到磁盘空间不足的警告。 这时你可以将所有的程序文件从C驱动器移动到D或其他分区,以释放磁盘空间。 解决计算机上的D磁盘空间问题。 如何将程序文件从C盘移动到D盘呢? 如果程序安装在C盘,不能直接把它从C盘移到D盘或其他分区。 因为程序从一个驱动器移到另一个驱动器后可能会停止正常工作。 它需要额外的操作,让应用程序从C盘移动到D盘或任何其他驱动器。 解决方案,将软件安装文件夹从C盘移到D盘,然后使用Clink。 在D盘创建任意文件夹。 将原来的安装程序目录从C盘剪切到D盘新建的目录。 将原来的安装程序目录从C盘剪切到D盘新建的目录。 C盘剪切到D盘,然后使用C盘剪切到D盘,然后使用C盘剪切到D盘。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CMD 输入屏幕上的命令 如果您看到类似屏幕上的提示 说明安装程序已经移动成功了 按照同样的方法 可以将所有第三方已安装的程序 全部移动到其他盘幅 这样既不需要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或安装程序 又可以快速清理C盘的空间